廚師夜有民眾到飯店團圓用餐 但是一人接近兩千元的餐費 上座的料理卻用塑膠盤 民眾PO出的畫面表示 以後要自己在家煮 就是可能對客人的心裡的感受 可能就不好 應該是下次就不會再去吃 很不值得 這位到飯店吃年夜飯的民眾 PO文表示說 一人分一千六百八十元 還要再加上一成服務費的餐點 前菜用的是原型的塑膠盤 隔壁還有用便當盒 連盤子都沒有 觀感打折扣之外 還會想到多年前用餐也是這樣 這個就是你們的吃飯對不對 對 飯店解釋 當天消費者吃的是 Buffet行序的年夜飯 在餐廳裡面就包含贈送的前菜 以外帶盤的方式來呈現 人數多的會用塑膠盤 而人數較少就會用餐盒 就是要讓消費者方便外帶 在除夕的希望是有個澎湃的菜式 所以在客人入席的時候 入席的時候 就是自己先上了這樣子的 優惠的餐給他們 那因為這個餐盤是直接是很優惠的 那我們希望呢 他也是在最主要也是在餐台上去 去做這樣子 去用 是多餘的餐點呢 他可以想要帶走是可以直接帶走的 但是這樣的中盤設計 讓花了將近兩千元餐費的民眾 無法感受到貼心之外 還PO文直探明年應該不會再消費 三天新聞網上有注意喽 台南報導